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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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去用一些墨水把它打出来而已 我们来看第一二三四小节 也就是从头到第四小节 这是一个前奏部分 第一个第二个音符 这个节奏比较熟 一个一长一短 是一个负点八分音符加十六分音符 但是这个短的音符之后呢 一定要找到后面的音符 不能长短 找不见后面 一定要最后的第二个音符 十六分音符短的和后面的第一排要连起来 然后呢去十谱 左手 逐渐呢我们可以渐慢 然后进主歌部分 在这里没什么特别要强调的 就是右手有两个乐句 一定灵活运用这个转指 像这个一指弹了到 二指系 那么一指可以再去弹这个拉 之后呢一定要提起手 要把这个乐句给它断开 来弹第二句 并且还有一个渐弱 那么左手呢 它像这首曲子那是 左手的伴奏是模仿了一个原舞曲的感觉 强弱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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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后面的两排一定要控制住 声音比较高 但是呢都是用一指跟二指弹奏 让它们一定要 清下来不可以太强 千万别弹成这样 声音就太重太多 反而就不好听了 让这个一指二指 一定要控制住 进入主旋律的时候呢 这里呢变成了一个八分音符 到时候我们怎么样唱 怎么样弹都可以 弹两个八分音符 也可以弹一长一短的负点 也可以 约谱上写的是八分 那我们习惯唱的时候 可能是 其他的弹奏方法跟前面都是一样的 逐渐渐慢 接 等等的 按照谱面上 我们这样就弹完了 就是注意右手的一个分剧 乐剧 比如说从第五小节 进入这个主旋律 我们唱过都知道 这是一句话 然后呢这里换口气 我们再唱 所以我们在弹奏的时候呢 中间这里也要有这个断句的感觉 提起手 这个摄影就可以断弹 并且呢 这首曲子所有的每一个句的 前面第一拍都是弱排键的 像这个 都是这样的八分音符弱排键的 所以我们的重拍呢 不是在这个八分音符 而是在八分音符之后 每个小节的第一拍 节奏跟律动是在每一个小节的第一拍 一二三一二 按照谱面上我们这样就弹完了 右手食谱没有什么太多问题 就是注意左手的食谱一定去找准 找快 他们的跨度非常大 第一拍到第二拍 虽然第二拍跟第三拍都一样 但这里再强调一下就是在第四小节和第十一小节 在这两个小节里 左手注意是第四和第十一小节 这两个小节里 左手第二拍跟第三拍是不一样的 千万别疏忽大意了 它的第二拍是扫到咪 第三拍是扫西发 是从一个三和弦变成了一个七和弦 这个之后我们再去讲和弦的变化 我们在这里去看 到咪向上变成转发就可以了 他们写的非常接近 很容易把它们弹错位置 然后呢我们来看 左手每个小节他们的 也是有规律的 像从第二小节 左手的第一组伴奏来讲 下加二线是一个低音 Dal 然后呢它的中间两拍伴奏是 Sedal Mi 那把这些音合在一起 其实就是C和弦 就是Dal Mi So 把它们做了一个分解 先弹一个Dal的主音 C 再弹它的这个和弦的第二次转位 第二次转位是Sedal Mi 第一次是Mi Sedal Sedal Mi 然后呢下一个小节 第三小节 先弹F 之后呢是La Do Fa 其实这也是一个和弦 F和La Do Fa 其实就把这个和弦给它拆开来 它F La Do Fa La Do Fa 下一个小节 第四小节 Sedal 向上 Sedal Mi 向上 Sedal Fa 回到主和弦第五小节 Sedal Sedal Mi 都是在一个和弦里的 从第六小节呢 又是跟前面一样 Sedal 这里有 Sedal Fa 这是Sedal Fa 这是一个七和弦 省略了中间的三音 实际的时候我们来看 间 隔开一条间 再到间 右到间 间 空 间 间 第一 极音 第五极和第七极 是缺第三个音 后面 变成C 这里把这个C 移到了第八度去弹 这也是一个 把这个和弦拆开去弹 又变成了C和弦 到 到 到 M 第十小节呢 M 扫到 M 其实这也是 M 扫到 M 其实就是 倒面扫到的第二次转位 变成M 扫到M 把他们拆开 M 扫到M 第十一小节 F 一高八度 法拉刀 后面 第十一 第十二和第十三小节 就是重复第四 第五小节 四 扫到M 主和弦 再向上 七和弦 回到主和弦 回到主音 到空 要把这些他们之间的规律去找出 每个小节的和弦实际上是一样的 除了第四和D 十二小节 不好意思 刚说错的是第十二小节 不是第十一小节 然后呢 按照乐谱 我们就这样弹完了 踏板也是每个小节的一小节一下 但是我们可以把他们的第二遍 因为生日歌 我们不能只唱一遍 第二遍我们可以做做改变 这时候呢 我们的踏板就要踩得很松了 就踩一点点 但只在重拍上去踩 并且把左手的跟右手的所有做法 变成了跳音 跳走 然后呢 右手的每个音都拆成弹两下 变成一个布鲁斯的节奏感觉 一长一短 一长一短 我们来试试 那么我发现 把所有的四分音符都弹成两下 并且一长一短 这样的话 这个节奏就感觉 氛围很欢快 大家很活泼 不像之前 很隆重的 我们来 做一个生日快乐 跟婚礼进行举摇 后面我们就是很开心的 大家要许愿呀 接受送礼物呀什么 一个这样的环境 继续进入主旋律 就变得气氛会很活泼 速度呢 也可以加快一点点 用一首曲子 用同样的乐谱 我们可以弹出很多种的风格 先把这两个风格把握好就可以了 那么这首乐曲 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